各位 这样继续进行下去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 那就好 对不起 夏经理 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 配套的钢结构建拖着工期 如果说资金不到位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叶明珠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钱的事是不需要你考虑的 我知道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说资金不到位的话 那么外钢结构前 它的质量是没有保证的 现在这才是我们 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很重要 收完了吗 收完了 出去吧 什么 出去 我说你既然站起来了 现在就给我出去 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人 夏经理 我想你应该没有看清楚 这个资料上面的底属 我说小白来了 叫你出去 给我出去 叶明珠小姐 你没有听到夏经理说的话吗 请你出去 给我站住 把手里那些资料给我放下 这些资料 这里是什么部门 技术开发部 这里的所有资料 都是机密文件 还有没有规矩了 张特助 以后所有的会议都不需要他参加了 是 好了 大家继续吧 笨蛋 你胆真大 偷偷在外 投资了一个工程 没钱 你就把这里的资金往那里掉 好了 现在出了问题了 你还把工程款给压低 把这里的钱去补你那个窟窿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你最好笑的是 这件事居然让叶明珠给查出来了 你丢不丢人 你丢不丢人呢你 对不起 爸 我只是想尽快填补那边损失的资金 这种冲击猫口的事你也做得出来 以后这公司我怎么交给你 怎么交给你 怎么交给你